有媒体跟有这个网友 来调查他的收入 大概是台币一千万 一年 一年 不是一天吗 一年 称不上富豪 然后呢 也透过了李文 再拓展人脉 所以他跟李文结婚了 十二年当中呢 他曾经有几年是获选 全世界前五十大CEO 大家都说他有上百亿的身价 但这件事情 被李文的二姐戳破了 因为这是这几天 他的二姐讲说 他之所以登上富豪榜 是靠着我妹妹 努力地用人脉帮他给撑上去的 上位 好 各位 大家就懂了 这几天布鲁斯回香港 然后发了一个声明 这我最爱气势 所以难怪 李文的二姐李思琳就说 他就说 那是他老公发的 跟我们没关系